好 今天于佩老师 什么性命笔画的人 虎年感情可以开花结果 好的 这个题目是针对 目前你还没有脱单的人 那明年在感情上面 就会有另一番景象 那我们在座的应该是文婉吧 还有麦格 还有麦格 还是单身比较好 我也觉得 单身好 只恋爱不见得要结婚 对 好啦 不然你人设这么高 那有 我人设不OK 是吗 我不优质 想说你很优质 那有 好 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跟总格 像文婉的地格是15 总格是22 麦麦是地格24 对到总格35 那观众朋友 你的地格总格明年会不会开花结果 我们现在就来揭晓 你的地格总格如果分别出现了 10 18 19 25 27 好 没有人 30 37跟40的人 有啊 可是你已经 我已婚 那可不可以代表感情更好 会 那就好 会 是这样的 是这种说法 好 那在这里 从三个方向来讲 如果目前你真的是单身一个人 都没有在对象的话 那可以说是2022年 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 也就是说 在2022年对于这些笔画的来讲 是一个充满爱的能量 非常充沛的一年 不管是来自于亲朋好友的介绍 你自己在职场上 或是社群网 那个网络平台上面 你可以结交到不同的行业 不同年龄的异性 而这些异性的值 其实都还蛮好的 这些桃花都算是很好 所以好好赏 2022年桃花开的一个机会 在这一年当中 你身边会有一些很弹得来的 你喜欢的异性 那另外有一种现象就是 现在你跟这个人的关系 朋友不像朋友 恋人不像恋人 就是暧昧得很 介于朋友跟恋人中间的 这样的一个模糊地带 好 那到了2022年的时候 你们的关系可以是 正式的明朗化了 也就是说你们可以 手牵手的宣告大家 我有男朋友 我有女朋友了 爱情明朗了 那还有一个 那真的就是恋爱了好几年 要结婚了 那么在2022年的确有 步入礼堂的机会 可是也有的人是这样 他已经登记了 但是有鉴于去年跟今年 疫情的关系 然后只是登记却没有宴客 可是宴客却一直在延期 一直在延期 那种结婚的feel 那种喜悦感 都被这个延期延期 都已经没有了 有的人甚至于小孩子都生了 都还没有宴客 但是没有关系 在2022年 你可以完成结婚 或是你宴客的一个理想 总之这些比划的人 在2022年来讲 不管是没有对象的 有对象 暧昧的明朗了 想结婚的真的就结婚了 想宴客的就如期的宴客了 其实是喜事一年一年 算是一个好消息的一年 给大家做参考 来 接下来我们从星座来分析 艾菲老师 你预测事件的几位男女主角 你也做了很多功课 这一天 男主角什么星座 什么什么星位 女主角什么星座 什么星位 他们彼此 而且年轻的时候 性格会怎么样 到什么样状况的时候 性格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来 老师分析一下 好 我们来先分析一下 这个男主角王力宏 他是这个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号 是金牛座 那么生肖是属龙的 那么讲到这个金牛座属龙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十二月的娱乐新闻 那么在这个月其实也有同样属龙的 这个艺人离婚了 大S也是属龙的 也是一九七六年的 那么大S跟王力宏在这个事件上面的 共同点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这个金星作为他的这个守护星 因为大S是天秤座 那么王力宏是金牛座 那么他们共同的守护星是金星 那么以流年来讲 现在的这个金星是受克的 是被冥王星所克 所以等于是说 如果观众朋友你也是这个金牛座 或者是天秤座的话 你也会感觉到最近的婚姻或感情不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流年不利 那么讲到金牛座大家最 第一印象的 第一个就是爱钱 第二个是好色 我觉得很多人会说 天蝎座比较好色 但是这个金牛座的好色 它是属于这种爱面子 是属于有色无胆型的 有色无胆 对 有色无胆 就是说明面上 它不会那种跟你这个偷懒 就是说明面上 不会有一种乐举的行为 但是关了 关起门来 或在房间里面 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那个这个金牛座的这个色域 就会比较表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观察在 金牛座在这个色域的部分上面 其实还是一个情域比较高的部分 那我觉得讲到金牛座 还有一个特质 这也是普遍金牛座都会有的一个现象 叫做舞台型人格 就是出了门 在荧光幕前面 它会表现出学霸 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爱家的那一面 爱妻子的那一面 好爸爸的那一面 但是离开了舞台 离开了那个荧光幕 或者是离开了这个镜头以后 它是不是跟它所营造出来 这个形象吻合 基本上是打了一个问号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我从王力宏的星盘特质里面 看到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有一个火星跟天王星 九十度的刻下 其实这反映出 它比较叛逆的那一面 那么其实从它的歌曲 它的作品 它的为人 在这个事件没有发生之前 大家不会感觉到 它有叛逆的那一面 但其实如果从这个事前 这个事件 我们来去回推它过去的话 其实它会有比较不愿意被拘束 不管是它父母的管教 或者是说 它一直在突破一些形象上的 一些变化 比如说它在前一阵子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它续法 留了满脸的这个大胡子 那其实如果说正常人来讲 不会有这种外形上的改变 其实它内心里面 应该有一些有所苦闷 只是它想要做一些 行为的这个表征 来做一些这个变化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才在从王力宏的 一个星盘特质里面看到 他作为一个歌手是成功的 作为一个明星是成功的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爸爸 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父亲 因为他有一个土星刻到 这个家庭公位 所以即使他在声明当中道歉了 未来他要花时间给这个 他的子女或者是他的妻子 但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会不足的部分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他的前妻李靖蕾 我觉得李靖蕾 什么星座 他是牡羊座的 牡羊座的 然后是1986年的 小虎的 小虎令狐十岁 属老虎 4月14号属虎的 然后是牡羊座 我觉得从牡羊座的这个特质来看 就是说你一直惹龙惹虎 不要惹到牡羊座 因为其实我觉得李靖蕾 他有一个特质 他的命格里面有一个 火星跟海王星合相 这是什么一个特质 这是牺牲者的角色 其实大家知道 因为李靖蕾的学历不差 他嫁入王家以后 马上当作是一个 没有声音的一个女人 然后在短时间之内 帮那个王力宏生了这个 有儿有女 那么之后实在是忍不住 爆发出来 我觉得一个女生来讲 他其实是 如果王力宏 疼惜这个女生的话 这个李靖蕾是愿意甘心 做一个没有声音的王太太的 如果还有一点爱的话 就什么都忍下来吃进去 是的 没有错 因为他是可以做到 牺牲者的角色 就是说我放弃我高学历 我放弃我一个贵妇的生活 我在家帮你带小孩这样的 但是重点就是 现在流年不利 惹到了这个李靖蕾 让他一个情绪大爆发 所以他就爆发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 另外还有两个无辜的受害者 不知道是不是无辜 一个是这个 这个白兔的妹妹 还有一个这个徐若萱 我简单想一下 这两位无不无辜 一 觉得无辜的请续手 一 二 三 请作答 你们都不觉得无辜 各位资深媒体 觉得还有事情没有爆出来的吗 觉得还有事情没有爆出来的 是 不是 请作答 为什么都不讲 觉得是 是不是 没有 我觉得因为其实Yumi 你看 我是这样想 李靖蕾已经到一个就是 反正你们谁敢讲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 知道对方没有什么证据之前 就真的事实物者为俊杰 因为你拿什么 他就拿什么来打脸你 所以其实李靖蕾他有多少的证据 真的你不晓得 所以我觉得就是未爆弹 李靖蕾手上一定有 只是他要不要再放出来而已 那你说这两个人是不是很无辜 我觉得有时候你当一个好朋友的红粉丝集 就是可能徐若萱他真的蛮倒霉的 他不过跟王力宏是好朋友而已 那虽然在十一年前我上过节目 节目效果可能说对他有好感 但是我都已经结婚了 那我跟他就是朋友嘛 可是有时候可能太太不会这样认为 他可能会认为你跟他一定有什么 对 但是我们看徐若萱他发了两次声明 其实李靖蕾是没有动作的 他是没有像Yumi不是发了一个说 我跟他以前是男女朋友 但是在他们结婚之后 我就没有跟王力宏再有任何的联络 但是你没有任何联络 为什么你又留了这些讯息 留了这个照片 被李靖蕾打脸 然后李靖蕾就对啊 你们微博删掉了 可是你们用花财APP联络 马上立马打脸他 所以我觉得未爆弹肯定还有 只是他要不要拿出来而已 是 其实我觉得我在看就是这个事情 其实李靖蕾 其实因为在过程攻防当中 我们都觉得就是说 他应该是已经被妥了 应该讲说被妥了很多的炮弹 只是我应该说昨天 我一直看到 因为Yumi他试图让大家 就是希望就是说 也不要影响到他的事业 我们知道他在中国也有他的一个 应该讲说他要发展的一个工作 可是你看他试图一直要去撇清也好 就是说我们其实你们婚内 我不是第三者 我不是小三 我们是在你们婚前 其实我们是正式交往 可是你知道吗 李靖蕾在做很多反击 一二三 我们这前面轰炸到真的 讯息量太大了 我们其实有时候消化都不过来 但是过程里面最让我最觉得 最经典 最可怕的事 其实他讲这句话你就应该收手 Yumi就知道说不要再随便出手 不要随便讲话 那个就是他讲的就是 那时候Yumi不是说我去报案了 就是他马上接受 而且他是直接接受当事人 就说来 把警察电话给我 我提供证据 大家觉得那个其实是真的 大家觉得好刺激 怎么这么直求对决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让我觉得也很惊讶的 第二件事情 李静蕾在今天直接说 他其实还是王太太 他们还没有离婚 他说我现在还是王太太 所以换句话说也有人开始 知道就是说这几天 这么密集的一来一往之间 其实就是准备离婚 签协议的一个工房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还有未报 但就是大家 王力宏已经道歉了 可是大家比较有好奇的 而且会紧要不放的事 其实李静蕾在他的五千字声明当中 有提到一个已婚女艺人 然后一起联合王力宏去骗老公 这个女艺人到底是谁 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会去 暗图索机 或者说有些不晓得 会不会有知情的人会爆料 这一点 事须若萱 也要出来帮他澄清一下 不然害死他了 对不对 我这边来回那个回音一下 就是说大家关心的这个白兔 跟那个许若萱的这个 接下来的运势 我觉得许若萱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在事业的部分会过关 就是这件事情 并不会影响到许若萱的事业的发展 但是许若萱有可能在三年内会离婚 因为他的这个婚姻运的部分 已经收到 等一下 我们节目里面 你这样铁口直断 是啊 你说 因为就说以流 运势来讲 就是说因为今天 王力宏遇到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流年不利 大一时遇到这个离婚 也是流年不利 那么许若萱在这个事情上面 并不会影响到他的事业 他仍然可以争取很多的代言 跟媒体的宣传的机会 像他最近接了这个鉴商的广告 但是在婚姻的部分 他并没有办法安全过关 有可能在三年内会有离婚的问题 为什么